这么多泉州美食 你的心头好是什么 就是炸这东西挺好吃的 然后挺入味 然后那个甜品的话就比较爽口 湛姆鸭排了很久了 对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 湛姆鸭那个特别好吃的是 不是鸭子 是姜 泉州最有特色的肯定就是命线糊 我们刚刚还吃了一个 古早味的一个麻团 我觉得味道非常的赞 好吃吗 它的这个身体就是 有种橡皮糖的感觉 还挺好吃的 没有太黑暗 味道挺好吃的 它的冻和加的汤配在一起 很配 跟葱子差不多嘛 就很正常 吃着不像虫 我们就是还可以 就像海鲜的扇贝之类的差不多 全州美食丰富有多元 既有古早味 也有不少新吃法 做之前你觉得是黑暗料理吗 就为什么会在酸萝卜里面放一些甜的 还有花生 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的酱 搞错了 再来 吃的时候觉得口感还挺好的 就是比较特别吧 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个 蛮清爽的 我们叫火把的 然后当时它外面裹的这个蒜蓉汁 这个它炒了以后 我觉得味道更丰富一点 所以我蛮喜欢的 准备带一点回去 买一个姜母鸭打包过去 让家庭尝一下 可能有蒜蓉包装的 可以直接寄过去 然后我们也觉得挺好的